好,來,影片都放上去了齁 我都有在看你們有沒有放上去 有沒有看齁 這誰看過都可以看得到齁 請問有一些人奇怪 齁,算了齁 好,ok 看到就好了齁 來,我們來看一下這套圖完成之後 再接過來看 這張圖其實很簡單 但是你搞不清楚它是什麼齁 這個虛線代表的是 這個柱 住 這個虛線不是樑齁 是什麼,是牆 它上面的結構沒有樑 它只有RC握而已 所以只有這塊板P3S1 那這邊有兩個開口 應該是工作孔人孔 應該在這邊 那我在複製的時候我就試試看 我們就複製這一塊過去 我們就複製這一塊 所以我們一樣齁 到這邊的時候,你看距離497.5是一樣的 來,然後我們來看 好,複製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抓齁 這樣抓,要不然就這樣抓好了 通通抓進來好了 好,以這個原則抓過來 好,那這個不需要的 刪掉 這個不需要的 刪掉 這個 拉過來 好,這就完成了 那這300也完成了 這個是不需要的 刪掉 刪掉 好 好,再看到齁 這邊來看的話 我是不是刪到太多線了 我真的把那條機線刪掉 好 好 我真的是刪得太快 可是玩得太爽會這樣 我好像真的是刪掉了 好 這樣就好 好 來,要刪的時候來 注意的時候 這條線我不要 可以不要 留著也沒關係 算了,這一個 好 然後這一個 我是要刪掉的 這兩網不需要 好 好 這些柱可以 兩我不需要了 兩要拿掉了 齁 尺寸也不需要了 然後 文字也不需要了 這個柱跟這個牆是需要 這條不需要 好,然後把這些東西 全部移到虛線層 這一個跟它有點不一樣 它只有這樣 所以這個等一下是不是要重畫 我們再考慮看看 好不好 那 這幾個部分 那邊多了一條線 然後記得把它刪掉 通通改到heiden HIDDEN 因為它是隱藏線 好 好,改完之後 這條線很明顯 拿掉 這邊有沒有 應該也會有 知道嗎 所以 在畫圖的時候要檢查一下 不要 很多線LAN出圖的時候 要怎麼跑一條 這邊也有 這是一樓梯間的那一塊 有沒有 屋頂這個梯間旁邊的隔板這一塊 好 所以在複製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個如果可以 不要可以把它拿掉 好 拿掉之後來 我們要怎麼瞄實線 這外面這個實線 實線怎麼瞄 很簡單 只要把它切到R了 然後呢 我們從外面這邊瞄 齁 這裡 這裡 然後 它是接到哪裡呢 接到外面這裡 然後 再接到哪裡呢 這個就比較不好抓了喔 接到哪裡呢 你如果不是不好抓的話 我跟你講喔 你可以 通常是這樣啦 好 你練習看看 好 這個做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外面延伸20 什麼動作 很快就搞定這一個圖面了 齁 所以這個其實也很好賺 我講很好賺 就彈起來了 齁 然後這邊指針通通標標 這邊都不用標 斜線不用標 再來留下一個 2510 P3S1 齁 那看你2510 你要留哪裡 這個標就把它刪掉 這2510就把它改2510 P3S1放在下面 好去 然後這兩個開孔在什麼地方 加一下 從這邊下來170加75 245 開孔是7575 245齁 所以我們從這邊算 齁 對不起 從哪裡 這個170 從這一點 然後 從這一點好了 這一點下來 剛好可以對到這一點 從這一點下來是1775 這個就是245 所以從這一點 所以從這一點 看到嗎 好 然後我們就先下一個矩形的指令 Shift Enter 從 這一點 下來 小老鼠 0 斗點 負的245 然後這個是75 長頂75 小老鼠 75 斗點75 你看是不是剛好貼在邊邊這上面 那就對 不然它是開孔下來就碰到牆壁 那 背了一邊是怎麼背 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對的 然後再來這個隔20嘛 就在這裡了 其實如果你會的話 直接從這邊畫了 知道嗎 小老鼠 75 斗點 負的75 為什麼負的 歪往下 就完成了 這個就完成了 然後 這條線要不要刪掉 那它沒有 其實照理講這條線不應該刪 因為它底下有看到牆壁對不對 應該要留 不過為了怕你被扣分 刪掉 因為有的堅評老師 不懂這個 我講這樣 沒有別的意思 來 有的老師只是看這個圖改的 他根本不知道這條線到底有沒有 沒有 這樣會了嗎 我留的是說 讓你看這兩個開孔 剛好是 它分成兩個水箱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是細線 好 這個就完成了 我是覺得不要刪 如果要刪 你就把它點掉 把它delete 它就不見了 也可以 懂嗎 就這樣了 看你啦 好 這個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底下有一個圖名 我們一樣從這邊複製過來 可不可以看到這裡 它叫 烏圖 一樣 那我們怎麼複製這個大小呢 這個範圍有多大 這範圍大概 我們看 這範圍大概就是 我把它剪掉 這個範圍大概就這麼大 我認為是這麼大 應該是這麼大 應該是這麼大 然後 它的中心點在哪裡 剛剛已經看到很清楚了 應該在這個下面 所以 這中一點你可以移下來 抓過來嗎 抓到時候要注意那個大小 不然抓不到 好 然後我把這一個 好 抓過來 有一個中心點 有沒有 有沒有 抓這個中心點 它就不會跑太遠 然後 這邊就改一下 雙案 改文字 好 什麼 這個叫什麼 烏圖一至三層 我的 我的那個中文輸入 法號 他一好大 他一好大 好 好怪喔 應該不 不應該是這樣 來 那 抓起來看一看 你看 這邊就有一間 文字的設定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內容 這邊都好設定字型大小 所以變得字變得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 像剛剛的改法 來 像這樣的話 好 我建議各位 出現這樣的話 按一下U 好 Ctrl1 一樣按出來 點下去 在這邊改 快了嗎 懂嗎 好 它這邊就設定好 因為我剛剛 動到那些字 所以 也不給我改 這有點討厭 因為它把參數設定的大小 多少倍 它都有 所以 這個部分 有了有了 可以了 好 確定 好 就改好了 好 然後改好之後 OK了 再來做什麼動作 跟各位講 這圖面好像 左右配的還OK 那 離的這樣好像這邊多了一點 你可以把它移動一下 我跟各位講 你現在可以調完 因為我要把文字操入 這樣好像可以 好 或者要這樣 也可以 你就先這樣做 然後 這些線段先這樣做 然後 把文字已經插入了 來 切到table層 table已經鎖起來了 把它打開 然後還有一個 把 insert table 各位 你要看大小 放哪裡是最適中 我覺得放這樣還好 由你去配圖 為什麼 我說要把它框放好 這邊可能可以 或這樣也可以 你覺得這樣OK 我們就擺這樣 注意上下的天地 底下叫地 上面叫天 好 放完之後 因為table是鎖起來的 所以table應該要打開才對 然後 再insert一個 對不起 我們到文字層 insert那一段文字 這文字裡面有陷阱 什麼叫陷阱 文字把它放在這裡 我覺得還好 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蠻好 位置還蠻好的 放進來 文字的陷阱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這樣 這個配置我想OK了 這不要我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好 好 那這個配置OK之後 來 這邊 我們先對一下它的文字 為什麼我說它有陷阱 注意對一下它的文字 跟你的文字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它文字就對了 我記得這個好像有錯 好 你看一下有沒有錯 如果沒有錯OK 以前它故意這邊看有沒有對文字 所以你看看它文字怎麼樣 3號 這裡是5 這裡是4號 心理很壞齁 改一下 麻煩你 雙按 好 那你這個時候要編輯圖塊 知道嗎 好 確定 進來裡面改 譬如說 這個一定要講 不講你怎麼算 A 鋼 第四個鋼筋嘛 它沒有A 規定 如果你規矛一點就像它這樣 它這邊規定就冒號就給它冒號 要變這樣 傷腦筋 好 那就不要改它 改這個 幾號 3到4號 記得改一下 Enter 然後呢 B是5到7號 知道嗎 知道 這個會有陷阱 280 因為我們改分之後 改扣分嘛 然後 還有280嗎 280 這個好像智慧幾道 這緊張 我應該要 這個命題的有點 這個就比較麻煩 這就要移動它了 好 好 反正 你就試試看 能改就改420 你看看 有沒有 SD420 好 不得小 後面要不要字 不得小於 好 還少一個魚耶 好 好 各位就試試看 改完之後 好像有個圖塊的編輯完成 我看看在哪裡 存進來 知道嗎 要存進來 好 那這個是編輯嘛 編輯完之後 你可以另存一塊 你也可以另存一個 存起來 好 存起來之後 我們看看 把它關掉 這螢幕好小 我都找不到邊邊 你知道 有一點 有一點愛手愛腳的感覺 它有個關起來的 這就把它關掉 儲存 我變關機了 對不起 來 這把它 這小畫 我的圖 喔 你們 你們怪怪的喔 糟糕那圖都不見了 好吧 那 那個圖把它改好之後 來 有一個要講 各位 這是常發生的事情 來 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我剛剛說關掉 就覺得怪怪的 來 還有一個 來 這個要講 這文字要不要輸入 要 要 怎麼做 來來來 不要興奮啦 老師當掉你們好興奮 你們很怪 我剛剛還在不在 真的不在了 不在了 來 我們看一下 我要講完 順便講一個出圖 所以各位忍耐一下 可以嗎 這個之後 來我們看喔 這個之後怎麼輸入文字 我示範一個 你必須把這個切到table層 因為我table table是關著的嘛 好 然後再切到文字層 我怎麼在阿樂 table 然後在文字層的時候 麻煩各位再文字層 這字怎麼寫 b0怎麼寫 我們剛剛有教過了 那這個大小還是0.25 所以 你要先畫一條什麼線 先畫一個對角線 找到終點 知道齁 所以 這個先畫 我舉這個就好了 b1到b5 這30乘50 我舉這一個 然後我們再把文字 改到text 很討厭齁 然後dt 當然你可以拿 聰明的同學 不會用dt的 會用哪裡 聰明的同學的做法 好 然後 c o enter 到這裡 然後呢 它放到這裡來 你每一個都抓終點 然後這個改 就是一個一個做 這個是寫30 x怎麼辦 x 會了嗎 這個就麻煩各位把這邊的所有的文字都輸入完畢 ok 然後 出圖 好 怎麼出圖呢 我已經站 坐不住了 好 我開一張圖來出好了 我這邊有畫好的 所以我也不怕它不見了 好 我找102的 好 這一張就是這樣 這個也沒改 這個也沒改 看到沒有 有看到 3到4 懂了嗎 它沒改 好 然後 各位看 這張圖是這樣 然後我要出圖怎麼辦 這就不要了 來 做一次出圖給各位看 好 出圖的話各位就這樣 把那個圖框 搬過來 會了吧 這不用我講 搬進來 因為這個我設的不同的字型 然後 要出圖的時候 一樣 各位試試看 Ctrl P Ctrl P 或是按這個出圖機 都可以 麻煩你選擇我們後面的機器 這邊有好幾台這種 T95 T79有三台 這速度非常快 可以選T95 好 那如果習慣T520 就是T520 好 然後出到哪裡呢 它要找 有 請同學麻煩選擇 圖紙 它還在轉等它一下 好 轉好了它找到印表機了 A2 橫式 有沒有叫大尺寸 Oversize 請一定要記得找Oversize A2 跑到跑掉了 好 Oversize 好 至中 視窗 對角點 找到之後 不要布滿圖紙 一筆多少 圖上一個單位 等於它十個是這樣嗎 它是一百分之一了喔 十比一 放大一百倍就對了 也沒有錯 然後 把這個打開 這個Morocom要去調整 Morocom是黑白的 編輯它 編輯什麼呢 線寬 編輯線寬 舉例來講 我已經忘記了 我就隨便舉例一下好不好 好 這是0.25 這是0.4 我習慣這用0.5 好 這個是0.1 它給0.15 好 這個我用0.1 細線 這個我用0.18 這個我用0.18 橘色的我用0.6 黑色的 0.25 0.25 然後有個13號 13號我給它用0.25 好 儲存並關閉 預覽 要注意看邊框有沒有被切掉喔 哇很好 都看到了 大小都有 看到齁 這個都ok 好 這都好 ok 那 這邊有個本層都反涼喔 要注意一下這字要寫 好 之後 就按 列印 就出圖了 好吧 好 那 明天 一 那 這些 都